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說周聰先生 請大家給個讚好支持我們的廣播 周聰 看回他以前的照片都很帥 一代的小生 老了做老生 在無線那裡經常做那些很慈祥的爺爺 一點都不奸 但看到有個報道說 周聰先生的心臟只有三成功能 簡直令人憂心 究竟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如何呢? 另外跟謝賢當中 竟然有一個金錢的糾紛 有一個賭債 謝賢是不是賭錢 大家都知道 之前有些賭的性格 有些行為 跟周聰竟然欠賭債 但後來好像他用十倍的價錢還給他 但你也知道以前 一萬元可能買一層樓 然後十萬買一層樓 還沒得到 那個十倍是否真的足夠呢? 他說知道花無百日紅 以前的前輩提點他 所以他老了 就不是太淒涼 他說他完成了太太最後的心願 他也為自己的身後事 預先打點了一切 周聰先生很久沒見 我們跟進一下他的消息 我們交給飛龍哥 大家好 我是飛龍 今天我想說一下 TVB的御用爺爺 周聰 周聰已經90歲了 其實他這兩年已經沒有再拍TVB的劇 因為年紀都很大 他的子女都叫他 他這個年齡就休息一下 很多時候他要回TVB拍攝 還要他的子女載他 有時賺完人工 是否夠他自己的 車出車入用的錢 還有周聰叔說他有時的身體 都不太好 萬一去到某一些位置 不可以拍下去 好像搞到整個劇組 不上不下就不太好 因為見你早幾年前 例如藝人陳鴻烈 拍攝帶台的劇都突然過世 因為有時他們拍劇都很辛苦 不是說幾個小時就拍完 其實粵語片時代已經拍片很早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1950年的時候 周聰已經有拍片 我今天會說回當年 和謝賢一些賭債上的事情 謝賢是欠他錢的 還要隔了很多十年後 才還還給周聰 周聰還說謝賢肯還還給他 還還多了錢 還說謝賢是好人 但我不是很認為 因為跟著通脹 好像不是這樣計算 我等一下會解釋一下 另外周聰年輕時 有些前輩提及的事情 就是花無八日紅 即是趁年輕時 真的要儲點錢 幸好你有聽說話 才令他的命運有些改變 我一會都會說一下 還有講一下周聰 他太太過世之前 怎樣跟他太太 度過最後的日子 其實原本可能是周聰先 但是後來因為某些事情之後 令到他反而得以延秀 所以他自己也有些生後事的打算 一會都會說完他的 其實大台的電視劇我比較少看 所以最近一次看周聰的演出 就已經是2021年 那時有一套電影叫殺出的黃昏 四哥做男主角 那套四哥演得好 就是演一位殺手 就是冷面少長 就是有些情況很囂張 但是偶爾又彈幾句說話 挺好笑的 那麼周聰裡面就飾演一個 厭世的有錢人 就是想著對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什麼眷戀了 還僱傭鄭營過來殺他 那場戲不是很長的 但是短短的那幾分鐘 不知道有沒有十分鐘 那幾分鐘的戲呢 我已經看過周聰的演技 他又演到一個有錢人的風化 又演到一個有錢人 在有錢之下如何厭世 亦無怕面對死亡的一剎 我覺得他真的演得很好 有時候老氣骨是老氣骨 真的不同 當然那套戲 四哥也演得好 四哥那次還要憑這套電影 拿到影帝 不過話說話 周聰其實大 謝賢好像四歲左右 但是我見周聰最近的訪問 那件說話反而還口纏你過謝賢 有一些年紀大 不知道是不是有病的問題 所以現在說話是差一點 周聰熱語片那年代我未出生 我未看過 所以我就有問過我家人的 我家人就說 60年代的時候 鄭營比周聰紅很多 周聰都紅的 因為他們本身也是 鄭營是光毅電影公司的一哥 那時候片酬高 如果沒有記錯 鄭營好像是兩萬元一部電影 片酬應該跟呂琦和陳寶珠差不多 周聰就是光毅的姊妹公司 新藝公司提拔出來的 周聰有段時間都被公司力捧 但他的工資就好像跟鄭營欠欠一割 鄭營剛才說兩萬元一部片酬 周聰就兩千元一部 周聰說他當時的人工 還要比吳楚凡 四千元的片酬還要少一些 那不奇怪 吳楚凡是再早點紅 也是 再早點影壇的大哥 周聰說他當年兩千元的片酬 也不一定很好用 因為原來他那個年代拍戲 是服裝要自備 亦沒有梳頭化妝 要全部自己搞定 所以很多時候的片酬還要扣除 開支才可以計算出來 周聰很多時候每年拍的片數量 都不是特別多 有可能四至六部 通常都徘徊在這個數目裏面 當然我看到他在六十年當時 試過有一兩年 是可以演到九至十部 我就當十部了 所以十部的片酬 都是等於四個一部的片酬 所以當年的錢他真的要省著花 還有他也感謝當年 剛才美說有一個前輩提供他 就說什麼 花毛八日紅年輕時 如果不會打算 老市的日子就會很難過 他就是當時這位前輩 他說的說話令他之後 就去買房子 這位是誰 就是石堅的太太 石堅太太 即是阿堅嫂 即是他們稱為堅嫂 他說 見他們一班年輕人 平時好像只是顧吃喝玩樂 不懂計劃 應該說不只是他的 很多時候和四哥都有賭錢 應該隔壁也有賭錢 他說完這句說話 就令到他立即假定主意的日 不如都要買一層樓先 怎麼都要自己住 所以當年他就是正宗大王 他那層樓就是750呎的洋房 那時市值也不用十萬 那時有露台面向公演 譬如說環境清優不錯 所以當時就是這樣去供樓 因為賺點錢就不夠一次過買回來 那又慢慢供 這個自治物業一住一住了五十多年 也挺詳情的 中途也沒有怎麼轉其他樓 反過來我見四哥 因為四哥有段時間投資失利 四哥說現在他都沒有什麼 留下給我兒子 留下那些只是漂亮的衣服 還有一些飾物 我想物業四哥也有可能沒有 只是亭鋒給他住 聰叔說那次殺速的黃昏 其實是隔了很多年 再和鄭妍合作 他就非常開心 因為他說那次林家獨找他 很難得 他說其實以前粵語片 也很多時候和四哥合作 他說四哥當年很貪玩 在片場等位的時候 覺得滿 一群人一起 玩拼牌 賭十三張 有一次四哥就輸了一珠給他 輸了給阿朱給阿聰叔 那剛剛好就是導演 那大家當時就忘記計數 後來是事隔這麼多年 我講粵語片應該是六十年代 殺出黃昏好像是一百年 那段時間左右拍的 我忘記了一百年一九 有機會是隔了50年 才追回四哥那一注債 當時他們是五元一注 那四哥應該還多少錢給他呢 就是還多少錢給阿聰叔呢 四哥當時就拿了五十元給他的 十倍奉還給他 聰叔就說很開心 四哥還多一張錢給他 我真的覺得不是這樣算 不如我們看雲吞麵 在六十年代雲吞麵 就好像聽說有三種種類 大碗是七毫子 中碗是五毫子 細碗是三毫子 大碗是七毫子 七粒雲吞 五毫子是五粒雲吞 三毫子是三粒雲吞 三毫子是小的 中間的價錢 五毫子五粒那些容易計 現在食碗雲吞麵 五毫子那些可能都三十多元 我是便宜的 我便宜的就當他們三十元 那當時是五毫子現在要三十元吃的東西 那你算是多少倍呢 正常來說應該是六十倍 是不是 即不是說五十元 有可能是三百元才對 通鑄來說 不過周充好人 還是說四哥還多錢給他 我媽媽還熟同你明星 多一點 周充年輕時真的為人正直謙虛 我媽也大贊周聰 不過伊航不知是否很多時候 最正直的那些你都看見他未必可以發大達 娛樂圈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早幾年有個訪問周聰叔 一身人最大滿足是做什麼 他說最大滿足是對應他太太的承諾 因為周聰叔去太太是2018年過世 過世那時候因為患了是搶癌 原本醫生提議他太太不如做化療 但他太太很怕化療後會脫頭髮 所以不是很想參與相關療程 當時他肩負照顧太太的重任 每天還寫日記記到他太太的病情變化 讓他的子女都知道母親抗病的過程 加上複診的時候 他也可以跟醫生詳細的匯報 當時他太太的病情是怎樣 他說太太當年患病了一年之後 最後痛到要打媽咖啡針止痛 因為其實之前他太太是捱到痛的 之前捱到痛還覺得算數有得去 但真的不行 後來沒有辦法 只是唯一打媽咖啡針 臨走前一家人都為了一齊送別他太太 他太太走過 無憾無悔 他太太還沒走之前 他們每天都去討關人一間酒家喝茶 那間酒家叫做珠江戲院的舊子 那間酒家我沒去過 反而我以前有去過看電影 雖然不多 但也有 但珠江戲院以前經常都是做大陸戲 所以我不是經常看的 偶爾我去看的時候都是看細片 因為有時他們那些院線 偶爾都會播放細片 好了 志祺太太去世之後 連酒家的老闆都換了 名字都換了 有時世事就是這樣 但聰叔也有約他子女 和老朋友去老地方喝茶 不過很多時候 他一個人坐比較多一點 很多時候都會見到 那些伙計、老闆、茶客 紛紛和他打招呼 那當然啦 周聰叔 很多人會認識 他說雖然太太離開之後 一個人生活 但不算寂寞 但也難免有點孤單 他說太太其實在後期 就已經要坐輪椅了 那時候 周聰叔還要開車 就是車去太太去喝茶 拍在樓下這樣 之後再推去太太輪椅車 入電梯去喝茶 他說老闆很多時候都不錯 很多時候不用他們等位 一見到他們就給他們坐 但是他太太去世之後 他就沒有再開車了 他說自己的紀錄 駕車輯自己都挺良好的 把一個很良好的紀錄 藏在櫃底裡 他說自己年紀大 免得開車到時候有什麼問題 類人類物 真的很鼓及別人的想法 他說太太離開了四五年 最大的轉變就是 由子女請了一個工人姐姐 專門照顧她的喜居飲食 因為太太生前其實不喜歡有工人 當時喜歡兩夫婦 大家互相照顧 聰叔說他太太的身體 去到後期其實已經不太好 很多時候撞骨神經痛 又有抑鬱症 再加上之後 後來確診了腸癌 醫生當時就叫他太太化療 但他不肯 他說有些事情不能勉強 這些是他個人選擇 他說他當時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答應他太太 有重量幫他怎樣做 當年他太太未離開的時候 很多時候晚上一餓 說要吃腸粉 他馬上到樓下幫他買腸粉 所以後來他太太過身後 腸粉當老闆也很久沒見到他 真的很好 晚上餓去買腸粉 他住那個地方難得還有些腸粉 因為現在不是這麼多香港地方 晚上可以買到腸粉 他自己很早就覺得 有時候生死其實天意注定 他當年他太太未過世之前 都已經有想定自己 萬一要先走一步 那當時是怎樣處理的 因為原來周聰叔 他太太之前有事之前 早五六年前 他就已經 經常發覺呼吸不太順 就入院 後來檢查醫院之後 就發覺醫生說他的心臟 其實有三團血管是失了的 當時只是剩下三成功能 本來他很害怕做手術 但當時是他太太鼓勵之下 就分了兩次做通波仔 反而到他康復之後 就是他太太患病了 他說他太太叮囑過 萬一他太太有事的時候 叫他們不要幫他 插滿喉頭 他不喜歡 當時他也緊照他太太的心願去滿足 所以周聰叔說人生最滿足的事情 就是對他太太所有做到的承諾 因為他曾經說過他就要一生一世要照顧太太 真是真是可以一生一世照顧到他 周聰叔自己也幫自己的生後事件 想好了 他說 萬一他八年歸老 就要把骨骷散在花園裡 回歸土地 只會用到花和樹 但是千萬不要海葬 為什麼不要海葬呢 出海租船 又要勞私道眾 他不想麻煩人 花葬比較簡單 他也希望可以笑著離開這個世界 我真的覺得周聰叔很貼身 很關心他身邊每一個人 他過身那一剎 他也不想麻煩他的子女 搞這麼繁複的事情 周聰叔很多時候身離死別都看慣 因為他拍戲都拍了60年 演過很多次是死亡 死亡是最公平的 無論你是夫或是貧 人人都要面對的 你不可以說不想死就不死 始終死亡都會等待你會降臨 所以他看到有時候朋友走那一剎 在病床不斷氣喘 拆滿氣喉 他看到也很害怕 反而看到朋友突然走 他就說這個是最好的福氣 所以他自己一早就已經做好平安書的事情 走那剎那也免得 這件事這麼複雜 有能力的時候就先打碰一切的事情 所以家人都知道之後怎樣做 都會跟他的吩咐去做 不過現在周聰叔還很精神 所以應該希望他繼續健健康看 好 今天娛樂新聞人先說到這裏 掰掰